首先就非常謝謝唐部長抽空接受美國基因專訪 然後跟我們談談台灣數位發展部如何應對中國的資安威脅 首先想要請教部長的是 我們知道這個數位發展部是在今年8月27日要掛白成立 請教部長上任至今近三個月有什麼樣的想法 然後心情如何 另外就是我們知道數位發展部可能對台灣民眾來講是一個比較新的部門 然後很多民眾甚至立委來說都還不是非常的了解數位發展部的業務範圍 那您覺得大概要多少時間才可以讓外界對數位發展部有比較充分的了解 我自己是14歲就出社會 所以第一份工作就是創業 那我連續創業這麼多次 我其實非常享受這個從無到有建立新的制度這個過程 那目前我們一部兩署跟我一起創業的這一次的夥伴大概300人 但是我們到明年年底就會快速成長到接近600人 那所以我是希望說第一個 我們在完成這些工作的同時 要保持我們創業的初心 那數位部的初心就是數位任性 Digital Resilience 要回應全民對於面對各種自然或者人為的災害 要能夠隨時回應 而且在回應當中打擊當中成長的這樣的期待 那我覺得很幸運就是我們剛開一張 就收到可能四五千份履歷 也就是說不管是公務機關還是民間的朋友 都很認同我們這個創業的初心 這個初衷這個願景 所以我想除了就是全民數位任性這個概念之外 具體來講我就是覺得我們這一陣子 確實讓我們的行政作業更簡便更安全 然後照顧到全國的微型的 還有中小企業公益團體等等 我們等於打造的這些工具 透過這樣子擴散 慢慢大家就會知道說 原來數位部在做這個 所以回答您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想我們自己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現在大概都已經蠻清楚 數位部在做什麼 我們在預算討論的時候 非常的就是論事 但是如同您說的就是其他的委員會 或者是其他各行各業的朋友 我們還是需要不斷的來溝通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 公務員這個轉譯的角色就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公務員來自全國的地方機關 我們有中央機關 各自有各自本來認識的人脈 跟認識的這個社群 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轉譯 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給各行各業知道 我覺得這個是特別重要 那您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您上任以來 您自己內心的 大概心境上的轉譯 有什麼特別的轉譯嗎 其實我還沒有上任的時候 當時八月 那只是我們官網 剛上線的時候 同一個小時 就是在我們那個 就是當時佩洛西議長來台 附近就是有所謂的軍演 那在同時這個 等於我們官網上線的同時 其他的幾個官網 包含總統府的 或者是國防部的 或者是外交部的 就接到猛烈的 資安上面的 我們叫阻斷服務攻擊 就是不是說 要破壞掉裡面的內容 也不是要泄滅 只是好像不斷打同一支電話 讓它戰線打不進去這樣子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說 非常有趣 就是我們的設計本來就是韌性 要因應這樣子資安的挑戰 那我們本來也是要安排 像紅隊測試等等 讓我們在地的這些團隊 能夠試著打我們的架構看看 結果我們也不用付錢 有免費的紅隊測試 那就是實際上的紅隊 就來開始這樣DDOS 那當然我一方面是覺得 好像就剛好到了這個時候 我們的網站 一秒鐘都沒有被打倒過 都沒有被阻斷過 而且我們增進我們這樣子的 能力的過程 不管是外交部 國防部 甚至總統府等等的同仁 就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我們這邊打不到 他們很想要學習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資安上面的 這個概念的擴散 本來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來建立的 但是就好像說 這個防震的結構 建材 有一次地震 雖然沒有什麼死傷 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大家就突然間警覺到了 所以我想就是大家同時警覺到 跟我們這邊 欸好像剛好碰到這個時候 迎向這個挑戰 這個是我主要的感覺 嗯 是 那您在今年8月初 接受自由時報採訪 您說這個 當時您表示數位發言部 是採用這個信證答案系統 IPFS的Web3架構 那這個您剛剛有提到說這個 我們這個數位發言部這個網站 在8月初中共對台軍演的時候上線 那到那時候您是說 目前維持疫苗中都沒有卡住過 那想要請教 對 到現在也都沒有卡住過 現在也都沒有 OK 那有沒有其他的發現 其他漏洞或其他問題 沒有 不但是沒有卡住過 也沒有被篡改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架構 當然我們也有用一些Web2的架構 像Cloudflare 但是Web3的架構有一個特色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來幫我們 任何人只要在電腦上面 裝了IPFS的軟體 或IPFS的瀏覽器 他就可以幫助我們 備份我們的網站 他只要稍微按個pin 就等於看了之後 不但加入書籤 而且存一個離線的備份 在自己的電腦裡 那你的電腦只要連上網 那你旁邊的人也想看數位 那部網站的時候 就會連到你的電腦 那當然中間是透過密碼學的方法 確保說誰都不能篡改等等 所以我們也很高興的 就是在這陣子 除了各地的人 從國外 試著測試我們的網站 打不打得到之外 也有很多人幫我們備份 甚至IPFS的發明 跟微韵的Protocolabs 最近也來台灣 那他們就是因為看到我說 我用了Web3 然後他們很多的志願者 願意來幫台灣 他們現在就來談更多的合作 是 那這個 所以這意思是說 不管是 只要這個 不管是在民主還是集權的政權裡面 都可以幫忙 社會發展部備份網站 這個 比方說像是在中國的使用者 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份的這個節點 因為 考量到現在台灣跟中國這樣 政治比較敏感的這樣的關係 那如果是在中國的使用者 刻意去備份網站 或是路遙到備份的網站 對台灣來說 有沒有可能延伸出其他資料問題 就像剛才講的 我們的內容的那個指紋 就是Fingerprint 它是一個雜湊值 這個值 它一篡改的話 這個雜湊值也會跟著改變 所以你不可能說篡改我們的備份網站 而不被看的人發現 這是IPFS的設定 也就是說你可以想像中 網址裡面就已經包含一段檢查碼 所以說任何人一篡改的話 這段檢查碼就不match 不match他就知道篡改過 所以因為有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任何人在備份的時候 我們並不擔心被篡改的問題 至於你說 在集權政權底下 去瀏覽其他地方的網站 而且自己存一份 會不會違法 或者是造成什麼 這可能不是我在民主政體 可以回答的問題 OK好 那這個 您覺得就是現在 如果假設IPFS運作 目前看起來很成功的情況之下 這個 在來自中國的網軍或者是駭客 有沒有可能在短時間之內 做出更進階的這個攻擊的方案 來破解IPFS 當然它要同時破解Web3這邊 也要破解Web2這邊 就是Cloudflare這邊 所以雙方互為倍元的情況 我想自安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所以我們就要不斷的找出新的方式 新的自安防禦能力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多元抑制 就是當你同時有好幾個備案的時候 你很難同時把這些全部都攻下 這是我們的基本想法 那麼我們在年底 也會成立所謂的資通安全研究院 N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ybersecurity 那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強化各個政府機關 跟基礎設施的資安的巡檢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這邊遭受到很大的攻擊 就好像說有一個地方發生了很大的地震 好那這次攻擊可能並沒有去針對其他別的部會 或其他地方政府或關鍵基礎設施 就好像那邊離地震比較遠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有這個地震的資料 我們留下記錄 我們就可以拿這個當作劇本去看說 如果這種攻擊發生在那些地方 那建築物會不會倒 對不對 所以這是防震測試 就好像在921大地震之後 全國各地 即使是沒有受到921嚴重影響的地方 都有了一波這個防災型的這個都市規劃啊 毒根啊等等 就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的資安院會透過巡檢的方式 不但是在我們既有的就是關鍵基礎設施的 事前預警 事中及時警告 以及分享資安情思 在最前面也會用模擬的方式 靠紅隊演練 去說那如果人家下次是攻擊你們 同樣的這個程度 你們大概就很危險了 所以還不要等人家攻擊你們 我們就來就是為老建築重建吧 那但是軟體跟硬體的差別 就是說在硬體上你要重建 這個很麻煩 你要把這個本來的稍微拆掉啊 怎麼樣才能補嘛 但是我們在軟體上面 我們可以很容易建立新的結構 不影響舊的結構 然後他把舊的結構呢 橋接到這個新的結構來就好了 所以有點像是抽換一些防火 防震等等的這種建材 那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的資安院 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之後政府各大部門的官網會 會不會打算全面的採用這個IPFS的架構 那如果打算全面採用的話 預計大概政府各大部門會 在什麼時候全面來做替換 我們這個官網的設計 是我自己跟幾位資訊處的同仁 設計規劃的 所以我們等於是架構師了 那但是當然我們不可能擔任其他部門的廠商 我們不可能整天幫他們圍運官網 所以我們作為架構師 我們拋棄掉我們的著作權 我們跟所有有興趣的廠商 第一家叫做一連電 但是其他政府機關有不同的廠商 那因為我們拋棄著作權 所以這些廠商只要覺得我們這個做法有效 就不用再額外採購 他們就可以直接把這一段 去運用到他們現有的官網架構裡面 所以這是我說建材的意思 就他不用拆掉本來官網的樣子 他只要補上這一段 可能把網頁靜態化的這個模組 網頁靜態化之後 你不管是要採用CDN就是Web2的架構 或IPFSWeb3的架構 這個就都非常的容易 所以其實重點是在網頁靜態化的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我們採取叫public code 也就是公共城市的架構 這個城市指的不只是城市碼的城市 也包含公文城市公文流程的那個code regulatory code 也就是說我們架設的系統城市公開之外 我們也會有一個網站靜態化 我們官網服務的指引 等於類似一個行政規則一個要點吧 所以我們也會在年底一起來公開 那這樣的話其他的各級地方政府 或甚至民間的團體 甚至國外的朋友 如果想要運用這種網站靜態化的方式 來抵抗DDOS 抵抗阻斷服務攻擊的話 那就可以很容易的參考 所以我們並沒有一個時程表說 好像在幾年之內一定都要採取IPFS 我們並不是說特定的技術 但是我們是說可能關鍵基礎 這是重要的政府部會 可能兩年之內 就要用我們的所謂的零信任架構 ZTAL Zero Trust Architecture 那這個呢 就是設備連線身份的三重驗證 那這樣子的話 即使駭客破解系統管理員的密碼 他也沒有辦法同時破解 設備或者是連線 或者身份層的其他層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達到說 即使駭客攻破其中一個部分 其他部分還是可以起到聯防的效果 所以剛剛講到就是設定時程表的是 採取某個資安的概念或者架構 但是具體的技術或他找哪一家廠商 我們不會說你非找誰不可這樣子 那您稍早也有對外解釋 民眾比較不熟悉的這個多元宇宙科 您說這個多元宇宙科是希望 綁向歐盟未來的計畫之後 可以促進跨境的平台溝通 那在未來中國可能對台灣的通訊供給上面 您覺得多元宇宙科 它能發揮大概什麼樣的效益 對其實像IPFS 上面有很多NFT的圖像 對 或者是比特幣本身 那 或以太方 現在不管是哪一個 如果你破解掉它的這個密碼學系統的話 那你就可以獲得非常非常高的 財務上面的這個暴漲 所以 只要還在運行的 這一類的主要的工鏈的這個系統 它在資安上面一定有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因為 如果它在資安上面有漏洞的話 早就已經被打破了 就已經完全就是蒸發了 那也不會活到現在 所以他們是在一個非常高風險 極高風險 如果資安上有破解有極高的酬勞 這個環境底下去試驗他們的這些資安的做法 所以這些資安的做法 剛剛已經提到分散式儲存 但其實還有更多 好比像說 在我們零星人架構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所謂的零知識證明 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證明給你看說 我有這個權限 好比像說 我已經滿18歲了 所以可以投票 不一定能投票 可以公投 那然後 或者是可以去買什麼 特別的酒精飲料之類的 那但是呢 在以前 我證明給你 我18歲的時候 我必須同時告訴你我到底幾歲 但這個就是超出你所需要的那個知識 就不是零知識 零知識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證明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除了那件事情本身之外 我不用透露任何別的 關於我的資訊 那像這樣子的話 在資安上面 你需要防守的 就變少了 因為你這邊就 比較少我的個資 我可以在不透露 我的個資的情況下 還是跟你證明我的身份等等 那這個就是現在 這些web3社群 最重要的研究題目之一 那我們也是 從他們那邊 看到了這些新的做法 新的零件 新的建材 那我們就拿來使用 那每一個都可以在 減少各自的曝顯 減少我們資訊安全 需要防守的表面 那這樣的話 自然也讓駭客的攻擊 變得比較困難 所以你的意思說 就是其實 雖然是用web3 但是這個 還是可以用不同的建材 慢慢加強這個自然方面 對 就是說並不是說 我們要把web2 或web1的系統拆掉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我們透過 跟web3社群的互動 讓他們發現說 我們非常有這個誠意 去當作一個部級的沙盒 等於他們試驗過 在web3已經沒有問題的 可以讓以前web2 都是一個silo 一個silo 就是一個大公司 一個大平台 web3你可以把它想像 這些silo 這些元宇宙 中間的橋樑 所以才叫做多元宇宙 就是你可以西馬互通 拿著自己的身份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創作 或者是一些互動的偏好等等 你不用在每一個平台 再重新設定一次 你可以西馬互通 就好像你跨不同的電信商 可以漫遊 可以保持你的號碼 又可以切換到不同的電信商等等 所以web3社群 他們在研發的 就是這一類的技術 那這一類的技術 我們發現在資安 在各自保護上面 有好用的地方 我們也用一樣的方式 把我們現在政府 一些silo 一些web2的架構 把它連起來 等於加上這些橋階 那但是並不是說 要把既有的架構拆掉 了解 那這個貴戶資安署 10月下旬 在立法院報告的時候說 這個有關於這個 修訂各機關 對危害國家自通安全 產品限制使用員的 這個修正草案 已經公告完成 那預計近期內會辦佈 那這個政府機關 使用中國品牌 必須定期汰換 而且針對這個部分電信服務 沒有非中國品牌可用 以及貼牌的這個狀況案件 資安署也監控當中 那想請教是有關這個中國品牌 限制部分 有沒有包含這個港澳 香港或澳門的品牌 那電信服務沒有非中國品牌 可用的 協力這個台灣的廠商 自行的這個研發 剛剛提到這個貼牌狀況的相關的 納管這個能不能做進一步的說明 都提到貼牌了嘛 所以我們那個原則是叫做 各機關對於危害國家 自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 所以並不是說哪個特定的廠牌 或者是來自哪個國家或政權的 特定的廠牌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所有的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 它會危害自通安全的那些廠牌 包含軟體硬體服務 那我們的資安專責人員 或者採購人員 他們就不能夠採購這些產品 而且或服務或者是硬體 而且呢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接下來也會建置一個 就是隨時都會更新的 這樣子一個查詢的機制 那等於這些專責人員 他可以用他的可能自然憑證 等等的方式去看說 是不是這個本來覺得沒有疑慮的 但是現在我們判定他有疑慮了 所以這是一個不斷的在更新的 這樣子一個使用原則 那而且呢我們也發現到說 好比講說有些駐外管處 就是我們在其他國家的代表處 那這些地方呢受限於當地的法規 或當地電信服務業者的實況 等於是說他們如果都不用 這些有疑慮的品牌的話 他們根本就沒有辦法連線 等於他們的選擇是非常受限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面 當然第一個我們會先加強評估嘛 再加強控管底下使用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會歡迎全世界 能夠突破這種限制的 跟我們一起來研發 舉例來說 非同步軌道衛星 可能就是一種突破的方法 是 那您在稍早接受 華盛頓郵報專訪時候表示說 這個台灣正在建立這個 不斷網的系統 比方民眾的災難發生時 遭假訊息的擾亂 那這部分的系統 或建構的地方 大概預計什麼時候 可能可以建構完成 是 剛才已經提到 非同步軌道衛星 在之前我記得 就是921地震的時候 那個時候災區的通訊服務 這個損壞得很嚴重 而且當時還沒有 非同步軌道衛星可以用 所以很容易就會有 各種關於災區的各種謠言 流竄等等 那很容易造成民眾的不安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學習到說 如果即時的能夠有順暢的通訊 最好是有影音的直播的話 那這樣子我們才能夠靠著 新聞工作者 包含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以及公民新聞工作者的協助 社會就不會混亂 就會知道實際發生什麼事情 那舉例來講 像今年2月 就是基辅被入侵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說 像Kiev Independent 這些在地的新聞工作者 當然 泽倫斯基總統 本身也有點自媒體的這種感覺 就是大家都看 每天他有一個daily address 而且他也有些很動人的 好比像說 給我彈藥 不要給我搭便車等等的 這樣子一些想法 那你可以想想 如果沒有這些 即時的影音的這些報道的話 那全世界的人還是很想知道 基辅發生什麼事情 那就會被一些假訊息 或者是一些所謂defake 合成的影音 可能就會充斥了 但是 因為就是有真實的 這樣子的實際的情況 正確的應變訊息 傳遞給大眾跟國際的友人 所以這樣子 所以就讓基辅的情況 就沒有亂掉 所以我們跟就是 烏克蘭的經驗學習 就是要達到全民的數位任性 那碰到這些不利情況的時候 不但我們要確保 信用工作者有充足的頻寬 也包含其他的應變的 包含醫療啊 避難啊等等的這些工作者 所以我們會在接下來兩年 我們在國內挑700個點 那國外有三個點 去建立這種中軌道或低軌道 非同步衛星的接收站 這些接收站不一定是固定的 有些可能是在消防車上等等 它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隨時哪邊 這個通訊上發生問題 我們就開過去 它上面可能有5G的小型基地台 所以你就用一般的手機 就可以還是可以上網 還是可以連到國外 即使是有非常嚴重的地震 像之前2006年的時候 也有地震讓我們的海嵐受損 所以如果有更嚴重的地震 說不定人為的 讓這個海嵐受損得更嚴重的話 我們就要用這個 即時的這種非同步衛星把它補上去 那這個我們是兩年期 編列了5.5億元的預算 所以等於說兩年會看到 比較實質上面的一些 我們很快就會開始有 那我們會不斷地補強 其實我們現在就已經有實質的能力 我剛剛提到的 在消防車上的 那不是未來史 那個已經有了 就是在新竹 他們跟中軌衛星SES 然後跟我們這邊的合碩 或者微軟等等的合作 所以這些消防車上面 就已經有我剛剛講到 小型5G基地台 跟中軌衛星的接收站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說 現在只有幾個點 我們想要擴大它 到越來越多的點 所以不是說兩年結束才有 而是說中間不斷地擴散 是 那這個根據瑞典哥德堡大學 今年3月發布的報告統計 台灣是這個接受 進化假訊息最頻繁的國家 那這個研究教授先前說 對台發動假消息 攻擊的主要國家 很可能是中國 那您覺得這個 您剛有提到 這個要強化全民的數位認識 那你覺得這個數位發展部 在強化全民數位認識上 要如何有效發揮 那之後可不可以協助台灣脫離 這個遭受假新聞攻擊第一名的這種 對 那重點還是我們怎麼防禦吧 就是說怎麼防禦是取決於我們嗎 這個要攻擊神 不是取決於我們嗎 所以全民數位認識的意思就是 我們面對不利的情況的時候 不但要挺住 而且剛剛講到的 危老建築啊 這個評估啊 巡檢啊等等 這個是我們數位部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並不是說好像我們巡檢完 強化建築之後地震就不發生 好像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 歷政發生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所準備嘛 那您剛剛提到的 就是關於事實查核 新聞素養等等的 這些全民的這些能力 那一方面 當然我們會確保說 大家有充足的頻寬來做報道 那二方面就是說 如果先查證再轉傳 或者先查證就不轉傳 等等 就是全民都有這樣子的能力的話 這個也是全民數位認識的一環 所以我們會花相當多的時間 去確保不但有充足的頻寬 而且有健全的媒體環境 也就是這些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可以跟這些 業餘的新聞工作者合作 那去分享他們在 不管事實查核 平衡報道等等的這些 新聞能力去給這些 想要學習的朋友們知道 有點像全民國防啊 這樣子的概念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要有一個 蓬勃發展的新聞業 但新聞業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最近十年 他們的廣告收入啊 從業者的人數啊 都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為大家 越聽習慣改變 有的時候 不需有新聞性質的 但是比較聳動的媒體 特別是所有的社群媒體 會攫取大家很多的注意力 而且呢 文字型的新聞報道 甚至連著作權都不能主張 所以就直接被抄過去 那流量都跑到那邊 所以可能廣告收益來講 可能這邊佔九成 那傳統的新聞業 可能只佔就是一成 那這個時候 當然傳統上 這個守門人的角色被弱化之外 而且這個行業本身 還招不招得到新鮮 這個就成一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數位部呢 各行各業的數位轉型共融 這是我們的工作 但是各行各業裡面 我們認為公益性最高的 就是新聞業 所以我們優先處理新聞業 跟這些跨境的大型數位平台 共融的這個題目 那我們在月底 就會有第一場 關於分潤機制的討論開始 那您剛剛提到這個 強化這個全民數位認定 對 也有包含比方說 就是提高民眾的 這個媒體的這個素養 素養 對啊對啊 所以剛剛有提到啊 就是說本來在台灣 就有很多公民社會的朋友 好比像說真的假的啊 或者現在其實有一些公司嘛 像那個GoGoLook就是Whose Call 或者是防炸打人 去世科級嘛等等 他們已經有一個生態圈 那這個生態圈 其實跟新聞業 是有很深的合作 那但是當然我們 並不是新聞業的主管機關 也不適合由我們來判定說 到底什麼是新聞 什麼不是新聞嘛 但是呢我們能做的是 確保說這些跨境的大型數位平台 能夠也很充分的 跟這個比較公民社會的 跟專業新聞人的這個生態圈 他們也願意合作 而且也提供足夠的資源 去確保說 這樣子的活動 可以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新的人加入 而不是說 因為廣告分潤減少了 收益減少了 到最後自己難以為繼的情況 那這個我們知道 數位發展部在10月8號 已經開放申請 這個衛星固定通信用 這個無線電頻率 包含第一個衛星等類型的 那之前這個媒體報導呢 針對SpaceX 要求獨自的這種 全球投資策略 社會部可能以POC的這個方案 來解套 這個POC方案 可不可以在這個詳細的說明 那另外一方面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就有可能跟 哪些外國的廠商進行合作 還有就是 如果之後有政治傾向 很明顯叫輕忠的 這種業者提出申請的話 也會被列為考慮合作的對象 POC Proof of Concept 就是概念驗證的意思 就是實驗性質了 例如像我剛剛提到 國發會指導 微軟合作 神魄通訊合作 用SES的中軌衛星 在新竹消防局 那個就叫POC 好 那這種POC呢 就是我們去用各種模擬的情境 防災眼鏈 救災眼鏈等等 這樣子移動式的 5G基地台 跟中軌衛星 要怎麼樣跟既有的 防救災的這個指揮中心來 就是它不能自己做自己的嘛 要怎麼樣整合 所以POC不但證明這個技術是有效的 也證明說它能夠整合進 某些現有的流程裡面 這個就是POC的意思 那既然是所謂多元抑制 當然就不可能說 雞蛋放在同個籃子裡 所以您剛剛提到的 中軌衛星之外 也有一些低軌衛星的供應商 那每一家其實只要能夠符合 我們的資安等等的這種要求 那我們就很願意來跟它 POC合作 但我們絕對不會說獨家合作 也就是說這700個點 就是大概不會說 好像我們的通訊層 我們的資料儲存層 我們的運算層 我們每一層全部都交給某一家同胞 那這樣子的話 就風險是比較大的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知道說 如果是商用衛星的申請 這是您剛剛說的 就是說電信管理法 是要電信事業 董事長是我國的國籍 外資直接持股不能超過49% 直接間接不能超過60% 等等等等的這些 那但是當然這個商用 它是要看它有沒有business case 就是有沒有足夠多的人付錢 用這樣子的商用的服務 這跟我們以POC為基礎 是我們自己在海底電燃 或者是地震斷掉什麼的時候 然後要用這是完全不同的用法 所以並不是說我們用POC 來排除這些限制 而是因為它顧客就是不一樣的 這個顧客是一般的民眾 或者是商用 那我們這邊是我們自己 防災救災等等要使用 是 那您方面透過說 目前有在跟哪些廠商洽談 或是有可能之後進行合作 其實每一個 只要符合我們的自然要求 我們是真的覺得越多越好 只有越多 像剛剛講多元意志要攻擊的人 它不太可能說一次全部打下來 不可能全部一次擾亂掉 因為每個它的技術 我們叫technical stack 就是它相關的技術供應鏈 包含軟體的物料清單 SBOM都不一樣 所以對一個資安的攻擊者來講 你要同時熟悉這麼多個tech stack 而且要一次把它全部拿下來 這個難度是非常高的 但是如果他們知道說 我們就只會跟某家獨家合作 然後他們花個幾年去研究這一家 那說不定有機會 那如果說 您剛剛提到就是申請符合一些 我們有一些法規的條件 才可以申請 但是如果說假設是 老闆或者是業者 政治傾向明顯比較輕忠 始終還是可以申請 不過我想重點還是說 像本地雲 我們Google在彰化 然後應該是Amazon在板橋 微軟快要落地了 那像這些都是很大型的 公有雲的公司 他們提供非常多的算力 那當然第一個 我們不會說 好像獨家只用哪一家 我們自己也有自己的計算能力 好比像說在國王中心 在國研院 那但是呢 確實這三大公有雲 他們都表達說 他們願意說 不但是資料是在台灣運算 所以即使海嵐斷了 我們這個運算還是連得上了 如果拿到好比像說 其他的國家去運算 海嵐斷了什麼都沒有了嘛 而且呢他們也承諾說 管理這些機房啊等等這些管理人 他跟我們的在地的服務的公司合作 那就是只用具有我國國籍的人士 所以就不但是管理者 以及他落地的這兩個 都要能夠扣合我們這種本地雲的架構 那您剛剛提到說 這個跨國的管理層啊 什麼言論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因為他的機器 跟我們的管理者 我們都已經只是確保了嘛 那所以這個就跟所謂的自然要求什麼 關係就比較不大 那您之前接受路透視的專訪 是有提到說可以借進這個烏克蘭 用幽默對方謠言的方式 思考這個未來遇到中國攻擊台灣的因應方式 那想要請教數位發展部 除了借進烏克蘭之外 還有沒有參考其他國家在遭受 比方說攻擊等重大事件上 維持自然跟數位通訊的方式 這個我想全世界都 對就是Talin就是 埃莎尼亞有非常多的 矚目啊 因為埃莎尼亞是最早提出來 說是完全透過開放原始碼 開放資料等等 等於讓全民甚至全世界 都知道他們的系統怎麼運作 但是這樣反而更安全 他們提出這樣的主張 很有意思 前總統就是Thomas Henry-Ilvas 他曾經在我的主持的 他們Plus的節目裡面 分享了他們的這套思路 如何強化數位任性 那他們有一個思路是這樣 就是因為他們隨時可能是受到威脅 所以他們的備份呢 他們是放在像盧森堡 他們大使館的機器上 然後呢他們主張 這個是他們的領土吧 因為大使館 所以那台機器是他們的領土 所以呢這個情況下 即使他們國境遭受到什麼攻擊 遭受到什麼打擊 至少就是它所有最主要的 這些數位相關的備份 它是在境外 那他們現在是擴增這個 不是只是資料還包含城市嘛 所以他們的X-Road這個架構 跟芬蘭跟冰島是共構的 他們組成一個X-Road 叫做NIIS的這個 共同維護的一個狀態 所以呢不管是資料啊 空間啊 城市碼啊 使用方式啊 都保持這種聯防的 多元意志的這個情況 所以呢 如果你要攻擊它的話 等於你要同時得罪 非常多個其他人嘛 那這樣子的全民的協防 以及全球民主陣營的協防 我覺得就是艾沙尼亞 給我們很重要的這個啟示 而且他們從1996年開始 就所有學校都有電腦 學生提早進入數位的世界 從他們自己的政府資料 跟城市碼的開放 讓教育不是只是好像接收政府的資訊 而是可以指出問題 而且也進行共創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民主神話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守望相助了 是最缜密的這個防備 那Ilbert總統上次來台灣的時候 他講一句話我覺得很好 他說在數位世界 已經沒有地緣的遠近 只有價值的遠近 所以我們價值越相近 那就越容易聯發 那這個台灣之後 也有可能參考這個艾沙尼亞這樣的方式 那已經有在參考 已經有在參考 OK 那我最後想要請教唐部長就是 您之前有提到說這個 這個國家自通安全發展方案 這個危機三年的計劃 因為你是打造監獄安全的這個智慧國家 對 那想要請教在明年 數位發展部 比較希望達到的比較實質的目標 大概會是 是 我想全面推動零星人架構 然後確保說 我們培訓高階的資安的實戰的人才 那至少300人 以及資安等級A級的機關 到了2024年 都可以達到成熟度三級 那這裡面就包含身份鑑別技術 信任推斷技術等等 零信任所需要的這些技術 要必須能夠導入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我們的產業署也扮演角色 不是只有資安署 他們產業署會要強化資安產業 而且也推動各個產業的資安 作為他們的目標 所以舉例來說 我們有一個叫做 軍民通用資安技術的研發計劃 就是編在產業署 我們編了一億三千五百萬元 那所以就是 國防部等等部會有一些需求 那這邊去徵案 徵案至少十案 那這十案呢 就是既有的民用的這個能力 但是是軍規的這種需求 然後產業署在中間媒合 一方面是降低我們的資安產品的依賴性 但是二方面是培育我們本土資安公司的紅隊 所以等於就是在敵人還沒有攻擊我們的這些資訊系統之前 我們這些專業的紅隊 他不是養在這些大公司裡面 他可能自己出來開一家新闖等等 那當然既有的一些大的資安公司裡面也有紅隊了 這些紅隊加在一起 提供擬徵的工防演練 讓我們這些軍民兩用的系統 強化它的這個軍規的能力之後 我們民間也因此而受惠 所以紅隊跟聯防 我剛剛都在講聯防嘛 那個是藍隊 紅藍病種 所謂的子隊訓練 就紅隊加上藍隊 做進行資安演練 這個也是我們很具體的目標 那另外在半導體也 因為包含台積電嘛 現在全世界都很信任我們的晶片 所以我們也跟半導體也一起建立 E187 就是E187 這樣子的一個測試的流程 這個流程是一個specification 就是是一個規格 這個規格是全世界都可以運用 但是我們率先去建立晶片的安全聯合檢測實驗室 所以是整個chip相關的整個流程 包含它的軟體硬體服務等等 都有這個合規的方法 那我們驗測跟國外 現在大家也非常注重這個晶片的安全性 所以我們也是把這樣子的規格 跟國外的朋友分享 那希望能夠達到交互認證 這樣子的目的 這個也是一個具體的目標 所以一句話講 就我們希望在接下來一年裡面 大家看到這些MIT Made in Taiwan的這些產品 服務 晶片等等 這個T不是只是台灣 也是Trustworthiness 就是值得信任 台灣製造 信任可靠 好的 非常謝謝唐先生 這些問題都寫價完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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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